至2020年的王俊凯 成长对于你来说 你害怕吗 你害怕长大吗 呃 其实我 16岁的王俊凯 最开始的时候还是 很期待长大 20岁是努力的一个方向 去考量自己 就真的是 脉象成熟 长大了 当我们一起走过 这小小的山 抱着碎裂的心 继续下一个我 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外界的声音其实干扰 影响会不是特别大 狂奔的念头 不曾停止温柔 一直到 接着我们之手 就不再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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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多少个错 去跟大家说我长大了 我很厉害 很厉害了 比之前 要挺多好的 也其实挺空的挺虚的 还是让大家 为什么 比如说偶尔一次 看到你的表演 或者看到你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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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长大了 我觉得 年少女生 就非常新鸣 但 因为在 凡人的处理 就是要紧张 他就会回到压力 我觉得 其实 小凯他在这方面 真的是挑事得非常好 我出道 六十七岁 就希望 有了一个 今天以后 真的可以看看 就是让我来保护你的 客人都可以看到你 客宋这个场馆 对我来讲 真的有很多的感受 因为第一场的演唱会 就是从小 我想开心 因为那个 就要一个 不开人的想法 特别 打了一个演唱会 只剩我这一年 就会很想 走人 最好 闻你的声 很 chili 小王 夜妙了 遥留的尽头 就是你爱的坏肉 夜底的坏肉 别为了 我们想出发的是 有多少葡萄 有你和一起 放过 喜真烧 你真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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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有点突然 但是真的结束了 哈哈哈哈 笑 笑 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